午餐時間 很多人進餐廳呢 就要讀那個Menu有沒有 但是呢 有老外把Menu給刺在身上 就奇怪了 這什麼樣一個意思呢 很多人喜歡刺青 是這個好像是一個很酷的 很能代表自己的行為 藝術 你選擇什麼樣的刺青圖案 很多老外也喜歡東方風格 所以會把中文刺上身 但是你刺個麵刺個湯 還有很多人刺一些奇奇怪怪的字 都不曉得他們到底 知不知道自己刺了什麼 足球金童貝克漢露出身上刺的 生死乃命富貴在天 台下的粉絲們尖叫連連 東方漢字對老外來說 有著獨特的吸引力 不過看不懂中文 卻亂刺一通的也大有人在 雞麵湯這三個字 一看就讓人想到菜單 雖然字體頗端正 但是看在懂中文的人眼裡 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要把一碗麵 刺在自己的身上 讓人噴飯的可不只這位谷主 這碗爽滑魚蛋湯 也莫名其妙的被刺上身 吃的有了喝的當然也不能少 這位大姐大概是因為太喜歡喝酒 所以把威士忌刺在身上 甚至還有AV女優 把具有正面意義的英文諺語 中英直翻刺上背 整句話變得不知所云 刺青不像寫字 要反悔可沒這麼容易 國外還有網站 專門蒐集這些搞笑案例 有了這麼多老外當例子 要刺青可得想清楚 否則被刺青是惡整都不知道 那可就一輩子一笑大方了 中間新聞中文豪中文豪報導